我要去买张车票 看来近在眼前 又远在天边 在欧洲人的眼里 土耳其这个国家和人民都复杂难懂 他们究竟是何许人也 为了能够了解这个国家的整体概况 我要搭乘凡孤鲁特快车 也就是凡湖特快车 从西部前往东部 从伊斯坦布尔行驶到塔凡 连接欧洲大门和伊朗边界 凡孤鲁特快车穿越1800公里的距离 衔接了西方和东方世界 我希望搭乘这班列车 给我一个机会 深入地了解土耳其人 这里是伊斯坦布尔 我即将离开欧洲前往海达尔帕夏车站 坐车到另一头的博斯普鲁斯 他们是伊斯坦布尔的两个车站 一个位于欧洲大陆上 要前往西方各国的东方特快车 另外一个位于亚洲大陆上 可以搭乘凡古鲁特快车 前往东方各国 那是海达尔帕夏车站 每天有140班普通车和28班特快车 运送10万名乘客到各地 安卡拉离这里只有370公里远 可火车已40公里的时速前进 所以要10个小时才会到 你好 你好 你会说英语吗 会 我会说英语的 让我看看 谢谢 去安卡拉 对 好的 我带你去 好 谢谢 这列车陈旧的别有一番风味 这是你的睡铺 睡起来很舒服 这床很舒服啊 是的 真的很好 有毛巾 这可是头一遭 我坐过这么多火车 只有这里有毛巾 房顾鲁特快车有七节车厢 一个礼拜发两个班次 横越土耳其 列车上分有三个等级 分为两张床或四张床的 卧服车厢或指定位子 但车上没有餐车 怎么称呼你 我是乌福克 苏福克 乌福克 哦 乌福克 好的 你呢 Emma 哦 幸会 你在这列车上 工作了有多长时间了 有二十三年了 哦 有那么久了 瞧 这里面有几个人 在演奏乐器 对 土耳其音乐 嗨 你们好 嗨 大家今晚开心吗 你们要去哪里啊 开赛利 你们要去什么地方 开赛利 去开赛利 啊 那你们去哪儿 开赛利 去开赛利 为什么要坐这班火车呢 嗯 比较便宜 另外呢 也更安全 而且坐起来很舒服 我们的火车比以前干净多了 非常好 条件真的很不错 我真的很喜欢人 是 什么人都好 白人 黑人都没关系 是穆斯林 还是基督徒 也不成问题 我 就是喜欢看见人 晚安 晚安 好好休息 晚安 我闻到了这里有咖啡响 请问 你的咖啡是在哪里买的 你想喝咖啡 你带咖啡了 带了 进来吧 好 谢谢 好 真是感激不尽 谢谢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阿里姆拉特 你呢 阿里姆拉特 对 我叫艾玛 我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一样 你要去什么地方 我要去安卡拉 我也是 我是舞蹈家 舞蹈家 是的 阿 你跳哪种舞 肚皮舞 你跳肚皮舞 没错 我感觉很意外 因为我以为只有女性会跳肚皮舞 在土耳其还有其他许多国家 有很多男人会跳肚皮舞 那你的家人 当你告诉他 说你要学这种东方舞蹈的时候 他们会很支持你吗 他们起初反对 所以我没有告诉他们 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因为他们不同意 可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他们最后就接受了 现在大家都觉得挺好的 就是这样 我们抵达了安卡拉 出乎我的意料 火车比预定时间早到半个小时 你知道阿达土克列车在哪里吗 知道 在那里 对 好的 那晚上见面再说了 我先走了 小心点 你也是 好 再见 好 再见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安卡拉还是个不起眼的小地方 从一九二三年起改变出现了 当时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达土克决定 立安卡拉为现代土耳其的首都 这个安卡拉火车站在历史上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因为阿达土克在独立战争期间一直住在这栋建筑物里面 此外他还在这里签署了重大的合约并创立了土耳其国会 这个就是著名的阿达土克列车 你好 早上好 你好 欢迎光临 我可以参观这列火车吗 好的 请进 在1935到1938年间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达土克曾经搭乘这班德国制造的火车 它的装潢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非常豪华了 有九节车厢 其中这一节是阿达土克的私人车厢 里面还有个浴缸呢 它前往土耳其以外 其他国家都是搭乘这班列车 车上的设备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先进与独特的 希望有朝一日我能搭乘这么豪华的列车去旅行 真好玩 这个象棋棋盘上有一个土耳其铁路的古老标志在上头 这真是一辆古色古香的木制火车 发展的时间不到80年 首都安卡拉就拥有了400万人口 当初阿达土克列都在此的目的 就是因为这里比伊斯坦布尔更容易防御 也因为在此奥斯曼帝国垮台之后 他企图改变陈年陋席 谢谢你 慢慢吃 这是个小芝麻面包 真是好吃 谢谢你 这要多少钱 好的 我要这个 谢谢 可能会在土耳其发大财 试试看吧 生意好不好 今天的生意很好 谢谢关心 鞋子插得很亮 土耳其这个国家有一半的人口 年纪还不到25岁 这里的教育体制和西方世界一样 在土耳其的每一座城市里都可以看到 面积宽广的大学和优美宜人的校园 感觉上今天是毕业典礼 你是学哪个专业的 我学的是发型设计 恭喜你们毕业了 谢谢您 打扰一下 好的 你会说英语吗 不会 哦 不会 好的 谢谢 你读什么专业 我念的是美容 音乐 他念的是艺术 我念化学 我是体育学院的学生 我想当个体育老师 那你每天做哪一种运动锻炼身体呢 我踢女子足球 你的家人同意你的这个选择吗 同意 就这个层面来说 我非常幸运 像我其他的朋友就得不到家人的支持 我的父亲非常的支持我 他把我当朋友来看 有的时候还很过分 他想让我踢足球的愿望 比我自己还要强烈 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介绍 让你们认识 哦 好啊 太好了 鲁菲叶住在安卡拉的郊区 从大学坐两个小时车就能到 这里很简朴 他如果不踢足球的话 就很难进大学 因为大学入学费用相当高昂 在土耳其 想要上大学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因为是足球运动员才进得去 体育学院有十个名额 我刚好挤上了第十位 还好 我的体育项目很拿手 哦 对了 我的家就在前面 你们好 你好 见到你非常高兴 你好 你和你的祖母长得非常像 很多人都说我长得像他 原来爸爸是女儿的最大支持者 是啊 我教他踢足球 我自己也踢足球 他小的时候真的很想踢足球 我就带他到体育场去 因为我没有儿子 所以就把他当儿子抚养 那妈妈怎么说 做母亲的怎么看这个女儿 他从小的时候起就很喜欢踢足球了 他没有女性朋友 因为他总是和男孩子一块踢球 我也不反对 反正他就是那个样子 我很爱这个孩子 非常以他为傲 他每天回来我都会问 赢了还是输了 赢了就会开心 输了就会难过 哦 是鸽子 好多啊 事实上这是土耳其人的嗜好 他们非常热衷于养鸽子 每天都放他们出去飞 过一阵子这些鸽子会自己飞回家来 他们真的很爱鸽子 明天的比赛几点开始 早上十一点在学校足球场 那好 明天十一点看你比赛 好的 再见 谢谢 再见 麻烦明天帮我解说一下 因为我完全不懂足球规刺 好的 可以 谢谢 明天见 再见 我要探索汉卡拉的夜生活 方古鲁特快车 一个礼拜只有两班 我会在两天后再度搭乘它 好 我现在要去找阿里木拉特 他是一名肚皮舞舞者 他和我约好了在安卡拉市中心这一带碰面 真的很有意思 我认识了踢足球的女孩 和跳肚皮舞的男孩 我没有想到会在土耳其碰到这种事情 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现在这个情况有一点诡异 我在一家宾馆里 是个私人的东方沙龙 是阿里木拉特替我预定的 我本来以为这里会有很多很多的人 可没想到追我一个 我还在等待 所以一直能说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 真是很特别的体验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因为这个感觉很怪 好像我是个男的似的 看到后面才开始欣赏他的舞蹈 他是一名武艺高超的舞者 而且长得又好看又帅气 还好我来了 怎么可以让男人独享这种乐趣呢 起初的感觉真的很尴尬 我觉得自己像男人 这种舞蹈有一股魅惑的力量 会给观者一种非常特别的感受 如果我可以给人这种感觉 就表示我成功了 谢谢您 一般人常会付钱请男舞者 或者女舞者私底下跳舞 给自己看吗 有这种事 如果是在私人场合 为某些特定人士表演 要是客人的信誉良好的话 我会接受这种表演邀请 那是不是很贵呢 实在是对不起 有关这个问题 我还是要保留一点 价钱有高有低 高的的确很高 好 现在开始 我要带各位看一看 非常不一般的花木兰团队 他们看起来精神抖擞 你们好 各位姑娘们 这件汉衫给你穿 好的 谢谢 是十五号 好号码 这还是我头一次呢 穿上足球队的球服 什么都有第一次嘛 好了 一会儿见 可以请你说说 要面对的困难有哪些吗 我们在比赛的时候 经常会受到人家的质疑 说女人也能踢足球吗 可当大家看到 他们在比赛场上的表现之后 我相信 他们就会改变看法了 因为我们是大学校队 所以家族成员都会来参加 本来只有妈妈团队来助阵 可和我们认识了之后 连爸爸们也加入到 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来了 如果我们想要改变人们的观念 爸爸的帮助当然会很大 这样我们可以一起打破 一般人对于我们这些人的偏见 求在里面 谢谢 给你们 废话少说 现在要开始比赛了 他一跑起来 我就感到热血沸腾 我会大声叫他射门 往前冲 射门哪 教练会叫我小声一点 陆飞也会说 爸爸不要叫了 小声点 干得好 太漂亮了 谢谢 谢谢 真是精彩 你有没有想过 未来靠踢足球打天下 等你年纪再大一点 希望老天保佑 我可以出国踢 如果你到法国来 我保证一定会去看你比赛 太好了 谢谢 再见 谢谢 再见 谢谢 他们换了火车头 从伊斯坦布尔到安卡拉的时候 用的是发电式火车头 现在改成柴油式火车头 你好 我再度坐上凡古鲁特快车 展开新的旅程 前往位于530公里远的开赛历 您好 我叫艾玛 你好 你好 一般来说 像在这样的车厢里 男性和女性乘客会互相交谈吗 会呀 因为我们是兄弟姐妹嘛 谢谢 这是给你的纪念品 礼物 给我的吗 是啊 送给你 真是太感谢你了 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看到你刚才在数珠子 可以教我怎么做吗 你可以这样甩 也可以这样甩 随你高兴 用来打破时间 也可以用它来消除压力 哦 这还可以消除压力 知道了 原来它不是念珠 不过看起来倒挺像的 我现在要去看那个火车头 它是个老古董 嗨 你们好 你好 有什么事吗 不好意思 我想要去火车头那看看 你从这个地方到不了火车头 火车头在前面呢 哦 那我要在下一站下车才能看到火车头吗 是的 你要看火车头 没错 火车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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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味道真好闻 里头有什么 他们用洋葱和辣椒煮东西 嗯 我不能再玩了 你担任火车司机的时间有多长了 已经二十年了 工作轻松吧 有没有什么处理起来比较困难的地方 我常要应付意外状况 有时候速度会出问题 铁轨上会有树 还会有人 发生了什么事 铁轨上有障碍物 轨道被堵住了吗 有张列车经过隧道时翻倒了 哦 这样的话列车必须停下来 那所有的乘客都得下车吗 对 大家都得下车 那个倒在铁轨上的车厢 载的是乘客还是货物 哪一种 是载货车厢 谢天谢地还好吧 没有人受伤吧 对 他们特地为我把列车停了下来 我要赶紧收拾自己的东西 然后下车改坐巴士 谢谢你 刚才铁轨上出了点意外 另外一列列火车的车厢翻覆倒在了铁轨上 这下大家都得下车 对 好吧 这种情况让我有点不知所措 我都不知道这是哪儿 应该可以坐上巴士 应该可以坐上巴士 可是不知道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应变措施 对 我现在只知道这个地方叫做约克义 除此之外我现在一头雾水 我得找找看有没有巴士可以坐 可看样子不太乐观 我看到了 没有巴士 这下怎么办 因为我和一个很特别的人约好 在凯塞历见面 他是伊玛穆 是伊斯兰教的重要人物 如果迟到了就见不到他了 我得想办法赶去凯塞历 你好 去凯塞历吗 不去 我不去那里 不去 不去 好吧 上来 我送你过去 你要去开塞历吗 怎么样 我开那辆迷你巴士 太好了 好 谢谢 开塞历 共有76万个居民 这里是中部安纳托里亚非常繁荣的工业重镇 这是一座很保守的城市 许多人都认为当地的商人反对现代化 不过他们的成功证明了信仰与事业并不会互相冲突 当今开塞历俨然成为了土耳其过去十年来发展的代表性城市 我来到了阿查卡亚伊玛木柱的村子 在土耳其语中阿查卡亚的意思是白色的石头 早上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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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你非常高兴 欢迎你 谢谢 谢谢你 一路上顺利吗 还好还行 很好 这是我们的清真寺 好 我还有点事一会儿过来 这位男士让我印象深刻 这个感觉非常特别 因为我没有见过这种清真寺 看起来更像是佛教的寺庙 親自的明天 Honestly zwischen Ulrich 录像 一马目是我的工作 但我也是艺术家 这两份工作有很大的差别 我不会混为一谈 我不会在清真寺里做雕刻 也不会在工作室里祷告 两件事要分清楚 我也是 如果要住在这里 我不会选择住在开塞利 我会到高地这里居住 哇 这个地方真有味道 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那个呢 是你自己的雕像吗 我有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 是在做我自己的塑像 没有模特时我就用镜子 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这样了 我感觉另一面更好看 这个代表的是上层阶级 当地有不一样的社会阶级 上层经级靠下层阶级壮大 然后给予回馈 以达到利益均衡 这个地方好像是挖出来的山洞 这扇门 你要关吗 等我的雕刻作品赚了大钱 我想我会买一扇门 我们到客厅去坐吧 好 好的 那你的妻子呢 你既是一位艺术家 又是伊玛木 你作画也雕刻 还有裸体模特 他有什么想法呢 我以前学绘画的时候 一切都很顺利 开始学雕刻的时候 问题就随之而来了 他不想让我学雕刻 我妻子的家族都很反对 我的父亲也不希望我学 我的父亲是唯一玛木 我的祖父也是伊玛木 我的历代祖先都是 他们要我在家庭和雕刻之间做出选择 即使没有人支持我 我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雕刻 说句心里话 我真想替他们套上内衣 因为连绵的山脉就像丰满的胸部 太诱惑人了 很有意思 这里是火山地区 卡帕多奇亚山是火山爆发 和后来发生的板块移动所形成的 我真的想在离开之前去卡帕多奇亚看看 他就近在眼前 凯瑟利是通往东卡帕多奇亚山的大门 我有一个朋友就住在卡帕多奇亚 我可以带你去看一看 好吧 走啊 凡古鲁特快车仍然卡在铁轨上 动弹不得 所以我大可以慢慢探索这一带 只要能够昂然站立 还有一颗爱人的心 那些脸庞仍在 你难道不该微笑 当然笑中带有泪水 这就是原因 我在吟诗声中来到了卡帕多奇亚山 看到童话般的烟囱 这里就像世外桃源 我第一眼看到卡帕多奇亚山 就完全被这迷离奇幻的景色 深深地吸引住了 可也免不了得碰上大批的游客 哦 到了 但和其他的景点一样 只要往偏僻的地方走几公里 就能避开他们 你好 欢迎欢迎 阿玛莫 您好 他是亚莫叔叔 你好 见到你非常高兴 这是梅言姑姑 你好 我是艾玛 你好 我把她交给你们俩了 待会儿见 我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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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啊 要脱鞋子 啊 这个房间真舒服 把这儿当做自己的胶 那是什么 不要怕 那是塑料墙 看 有很多岩石浮雕 真让人喜出望外 我们下去看看好吗 好 里面是什么 是蜂蜜 直接咬下去 像这样 直接吃就行 真是好吃 好吃到我形容不出来的那种程度 啊 我们可以用这个切洋葱 削小黄瓜的皮 还可以拿来切番茄 这是厨房的用具 附近有一个村子 有个男人的胸口 被刺了一刀 他伤得非常厉害 那个加害者被判了十五年呐 用像这样的刀子能行吗 这不只能切洋葱和番茄吧 您多大年纪 他耳朵不太好 您几岁了 八十六岁了 八十六 你好 哦 你好 我是艾玛 他是我的养父 是我知道你是他的继子 养父的身体一直很好 欢迎你的到来 要不要出去走一走 参观一下这个村子吗 是啊 好啊 我想去 待会儿见 谢谢 真漂亮 对不对 哎 有很多很多 呜 崩崩崩 这里以前用来当储藏室 以后就不用了 因为那些人害怕它会垮下来 这样吧 我们上去吧 这里吗 这里是我们祖先住的地方 因为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和文献 我们不知道它有多长的历史 他已经七十岁了 这个村子的居民都很长寿 跟上 我来了 等一等 我要找踏脚的洞 这个做得非常好 这些小洞的位置恰到好处 就像台阶一样 哦 这里 是我们的临时避难所 只要发现有敌人 居民 就会躲到这里来了 用石头堵上 这样敌人就没办法从外面进来 等到危险过了以后 就可以轻松地打开洞门出去 我们到了上面一个很黑很大的洞穴里 从这里可以看到悬崖里的层次 有一边已经整个崩塌了 开口没有以前那么大 右手边可以看到全都合上了 1923年 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后 许多住在土耳其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纷纷返国 渐渐的 这些教堂就被人遗忘了 这是我们的教堂 这是大教堂 那边的那个是小教堂 你看见了吗 我看到了 看到了十字架 窗户被封住了 那边那个是清真寺 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小的时候经常来这里玩耍 朝这些墙上扔石头 因为要打赌 看自己有没有办法扔到那里 那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 只是当时并不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位就是哈里尔 哈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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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末的小儿子 今年六十岁 他是个养蜂人 面罩给你 把它戴上 我要抓着养 该怎么办 我现在要戴上一副手套 我们去看看蜜蜂吧 这个很有用的 现在用烟熏 你用这个 可以收集多少蜂蜜 每一个蜂窝里 有六十公斤蜂蜜 有的时候 多达七十公斤 这也不一定 这要看 每一季的气候而定了 哈这里好吧 这些是我们的蜂窝 我们以前有很多蜜蜂 可是病虫害摧毁了一切 嗯 现在只剩下这些了 蜂蜜 蜂蜜的产量向来很高 蜜蜂会采集地上的这些花 和树上的那些花里最甜的花蜜 把它们吸到肚子里 然后制造成蜂蜜 制造成蜂蜜 等我死的那天 都会把你当成我的女儿看 哈哈哈哈 我们的妇女情谊 会延续很长时间呢 说得没错 你就是我的女儿 我要不要搅拌一下 两种拌在一起 待会儿去 在这里 你找到了 谢谢 早上好 男性会做什么 会下厨吗 他们有时候会 现在不下厨不行 我的手受伤了 太疼了 我现在干活很困难 可以吗 好的 那你每天待在厨房的时间 有多长 我们早上六点钟 就进厨房工作了 一天要煮三餐 对 还要准备下午茶 事情太多了 你喜欢薄荷吗 喜欢吗 是的 我很喜欢薄荷 我得小心别摔跤 说真的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 可这里少了两把椅子 有可能是巧合 但是煮饭的人就眉眼和我两个 我不知道看到这样会做何感想 但情况就是这样 坐下吧 不用不用 你坐这儿 好 我再去拿把椅子 我自己去找把椅子 在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里 我终于在桌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我告诉自己 少了一把椅子是个好兆头 因为他们要是没有注意到我 就表示他们把我当自己人看 把我当成了家族的一份子 我再度回到凡古鲁特快车上 进行最后一段旅行 我的目的地是塔帆 距离有九百公里 需要二十四个小时 嗨 你好 无福哥 你好吗 我还好 再见 晚安 我现在已经离开了卡帕托吉亚 和中部安纳托利亚进入了东方 当地人口中的东方是个不知名的地区 许多人幻想它是土耳其某块庙无人烟的地方 这倒是真的 列车越是深入东方 车上的乘客就变得越来越少 你要去哪里 马拉第亚 马拉第亚 在哪里 就是下一站 你的音乐借我听听好吗 谢谢 挺好听的 这种音乐很有意思 它是饶舌音乐 混合了所有东方音乐的元素 很好听 我不知道土耳其也有饶舌音乐 这里的年轻人都喜欢听饶舌音乐 你们的乐团叫什么名字 我们的乐团叫马拉第亚风 我们明天有一个演唱会 要不要来看看呢 来吧 很好玩的 我们到了 一起下车吧 谢谢 谢谢 这里是马拉第亚 我还以为是荒郊野外的一个小城镇 没想到它是一座大城市 它是一座拥有三十六万人口的现代城市 快来啊 这里有很好喝的啤酒 马拉第亚被称之为杏树之都 这里是世界上第一个种杏树的地方 当地的特产是杏仁干 新鲜的杏仁平均年产量如果是六十万吨的话 就可以做出大约大约十五万吨的杏仁干 请问马拉第亚风的演唱会在哪举行 在这条街的那头 好 谢谢 再见 不客气 这好像是办婚礼或者是生日派对的地方 各位朋友热烈鼓掌欢迎主招 爪仁平均年予歌 爪仁平均年予唐五ian 爪仁平均年予 cyt翻 也是产生的? 挤底抢 爪仁平均年予 Unterđ玄也意ot 真的很有希望 I'm so special again Bir gün elbet güneş ovar Umutlu güzel yanımlar Çok yakındır çocuklar Bir gün elbet güneş ovar Umutlu güzel yanımlar Çok yakındır çocuklar Bl güzelホ Glenn İyers yetirmiş Saba Normal Bugünlerim yarın olar поддерж merci Bizde delikanlı gibi bir yürek var Hep beraberiz korkmayın dostlar Bugünler yağı üstüme tip içler ağlar 一人给的别人 我们的一人 我们的一人 送一家军的 生气塞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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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是 所有的女孩都在这一边 那一边全都是男孩 不过在下午举办演唱会的 一大好处就是 女孩子可以来参加 马拉蒂亚风乐团的曲风 并不激进 他们的主题是宣扬大爱 并散播信息 要大家心怀希望忍耐下去 他们不用极端的言语 也不做大胆的挑衅 这里没有人喝酒 但大伙仍然营造出 热闹的气氛 好了 我这次要到塔帆 才会下车 一切顺利的话 十一个小时以后会到那里 这趟路程大约需要四百公里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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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列火车 又在荒郊野外停了下来 这条路线上 一共要停靠150个站 你们现在知道 为什么速度这么慢了吧 方姑鲁特快车 真的只有名号响亮罢了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欢迎亲爱的 真热情 谢谢你 你好 你真漂亮 这条围巾真美 还有这个 小珍珠很可爱 你带的珠宝很特别 我没有特地换上漂亮的衣服 这些都是平常穿的 土耳其东方的文化 和西方的伊斯坦布尔很不一样吗 就音乐和歌谣来说 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没有一件事是一样的 我这辈子从来没唱过歌 你的孩子长得真漂亮 是啊 男的帅 女的美 这是真的 漂亮的小孩 我非常的爱你 所以我要打你一下 我们法国人会这样亲吻 对方表示亲切 但不会打完人再亲 在这趟旅行中 我没有注意到自己碰到了多少种人 也没有刻意提出来 像是库尔德人 亚美尼亚人 还有逊尼派 苏菲派和阿拉维派信徒 多彩多姿的民族 丰富了我的旅行 那么破除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 土耳其人是什么模样 我好像知道又不太清楚 但至少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土耳其人一点也不可怕 谢谢你 乌福克 这趟旅行太值了 多亏有你 我已经来到了塔凡 这里是凡古鲁特快车的终点站 我的运气很好 明天会有一班快车带我离开 就是这儿了 这里是凡湖 也就是凡古鲁特快车的名字起源地 我会好好记住这班列车的 凡湖是土耳其面积最大的湖 原本是个火山口 由于没有出口 这座咸水湖承接了四周山脉的水源 然后靠着蒸发 保持湖面的高度 凡湖是一座神秘的终点湖 也是原先亚米尼亚境内的三大湖之一 这里就是文明侠尔的凡湖 它在两条铁路之间形成了天然风格 一边是往西部的凡古鲁特快车的终点站 一边是往东方伊朗的跨亚快车的起点站 我听说凡湖的里面也有湖怪 像是尼斯湖水怪那种 你有没有看到过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我也不相信湖怪这玩意儿 如果你想找妖怪 最可怕的妖怪应该是人类 永远贪得无厌 人类才是最恐怖的怪物 我从没有在河里看到过任何的妖怪 但如果人类需要两公斤的鱼 它会捕捞一百公斤 我的旅行来到了终点 在离开之前我想看看 从德黑兰开来的跨亚快车到站 凡湖和德黑兰相隔了一千公里 得坐二十四小时 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在这里